通过侦查分析 这几个工厂的疑点比较大 已经安排人监视了 目前也只能如此了 上官小姐来了 在门口等候 快让她进来吧 是 上官小姐 这么晚过来 肯定有重要的事情吧 的确有件事情 需要你们协助 坐下手吧 你说的事情 是关于李子航吧 没错 我们想好了一个方案 可以帮李子航解脱困境 我有个问题想不明白 你们这么急于帮李子航脱困 是为什么呢 李子航 虽然在伪政府认知 但是他本性并不坏 而且我通过李子沐 接触了他以后呢 我觉得他 你说的我们都知道 我们也想把李子航策反过来 但是目前最重要的是 破坏风影计划的 不是李子航 那么 林小姐 你到底在怀疑什么呢 我怀疑要么李子航是你们的人 要么跟李子航一起被抓的那个商人 是你们的人 要不然你们不会这么迫切地想要行动 其实两者都不是 是 我们给李子航解困 并不是因为他 而是为了李子沐 因为李子沐帮助我们 获得了很多的情报 我们不想失去这个情报来源 这么说 上回渣北区供水异常的情报 也是他提供给你们的 是 这是他无意跟我谈起的 而且现在以我的身份 可以经常出入李公馆和供应处 完全是靠李子沐的掩护 如果仅仅是为了李子沐 那不值得我们这么大动干戈 不仅如此 通过这件事情 我们还可以除掉一个汉奸 谁 这个人你们应该很熟悉 他就是供应处的副处长陈诚 曾在你们上海战 认识过一段时间 我相信 你们的上风 也一定很想除掉他 如果能除掉陈诚 对我们今后在上海的行动 会非常有利 而且上风 对陈诚投敌的情况 一直也耿耿于怀 虽然我不大喜欢李子沐 但他目前对我们还是有用的 山官小姐 你们后面的计划是什么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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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